二战时意大利海军 是走心国集团的三号国家 不过由于意大利在二战中拙劣的表现 人们对意大利军队总是嗤之以鼻 认为意大利人就是打酱油的角色 实际上二战中的意大利可不弱 特别是意大利海军 让英国人头疼不已 那么二战时意大利海军有多强 为何英国海军提起就头疼 首先意大利是二战时的世界主要强国之一 也是世界老牌海军强国 海军实力一直不重 二战前 意大利海军仅次于美国 英国和日本 排名世界第四 意大利参战时 意大利皇家海军拥有七艘战略舰 十九艘巡洋舰 一百二十三艘驱逐舰 六十七艘鱼雷艇 一百一十五艘潜艇 海军力量非常可观 而英国的地中海舰队有六艘战略舰 两艘航母 一艘战略巡洋舰 二十二艘驱逐舰和十二艘潜艇 从账面来看 意大利海军实力是占有优势的 此外 意大利海军还得到了德国海军 主要是潜艇的支援 意大利庞大的海军舰队 不管战斗力怎样 起码数量上非常火人 意大利性能出色的维内托机战略舰 及七艘重军非常难对付 意大利庞大的驱逐舰和潜艇部队 更是让英国人头疼不已 意大利的微型潜艇 花人部队核爆破艇 更是让英国人防不胜防 意大利的微型潜艇 曾大摇大摆地跑到英国港口 重创英国两艘战列舰 让英国人吃惊不已 二战爆发后 意大利海军很快对英国地中海舰队 发起了进攻 双方爆发了多场激烈的海战 战争初期 意大利海军一度打得英国人 试图退出地中海 意大利投降前 在地中海的战斗中 英国舰艇损失高达41.2万吨 意大利的海军损失约为26.9万吨 英国的损失比意大利海军严重得多 能把世界排名第二的英国海军打得焦头烂额 意大利海军绝对是不可轻视的狠角色 不过意大利海军虽然打得非常顽强 只面数据也超过了英国的地中海舰队 但意大利不管是工业还是资源都远远比不上英国 英国强大的工业和补给能力能够迅速补充了舰船损失 而意大利则越打越吃力 意大利不仅舰艇越打越少 而且燃料不足 意大利的燃油甚至不足以支撑意大利海军出海作战 此外 意大利的空军不给力 让缺乏海军航空兵的意大利海军 吃尽了英国海军舰载机的苦头 塔兰托战役中 英国海军航空兵突袭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 重创意大利海军 让意大利很长时间没有缓过来 随着美国卷入二战 英国海军腾出手来开始全力对付意大利 英国人向地中海登派了大量的舰支 美国也派出舰队协同作战 已经筋疲力尽的意大利海军无力 对抗英美海军 所以在1943年 和盟军签署合作协议停战 保存了部分海军实力 这也是二战后意大利海军 能迅速恢复元气的一个重要原因 参考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 全球通时 太平洋战争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